直播69歲的歌壇大姐大陳英傑 因為涉嫌教唆偽造有價證券罪 被判刑三年兩個月 在今天上午的時候到北檢來發肩執行 可以看到他在上午8點多的時候 是搭乘一輛黑色的座車 由他的姐姐和弟弟來搀扶他下車 而其中看到這個音樂人許常德 他也來特地送行 他有表示到其實這一趟路 對陳英傑來說並不輕鬆 因為陳英傑近年因為失智 還有中風等等的狀況 身體健康其實並不太理想 光是從住家到北檢執行 可這段路就已經在車上不斷的呕吐 我們來聽一下他怎麼說 大家可能有很多關心 但我覺得其實剛才在這個路上 其實如果你們看到車子裡面 全部是呕吐物 就是其實他已經很久沒有出門了 可能出門這個電波 其實對他來講 現在都是身體很嚴重的狀況 那我覺得不管怎樣 我相信他在裡面應該有很多人會好好照顧他 我希望這個世界大家遇到這樣的問題的時候 更有智慧更有寬容的方式來做這件事情 不要讓太多人擔心 然後希望大家好好記住陳姐的根 許昌德也有提到說 其實在之前前幾天的時候 他有跟陳英傑來碰面 這也是他半年多已經沒有出門之後 來少線的跟朋友來聚會 有表示說陳英傑有說到說 希望入浴泉的心願就是能夠再來做音樂 而他也跟歌迷朋友們說 希望大家能夠記得陳英傑的歌聲 而今天陳英傑的弟弟也有到場受訪 他表示姐姐的狀況其實不太好 有些中風糖尿病等等的一些慢性病史 擔心他進去之後沒有辦法好好照顧自己 因此是會向檢方這邊來申請保外就醫 以上就是我們這邊找到的最新情形 先把時間交換給彭內直播